各位观众,你们好,欢迎光临阿N与阿Lam频道,今集,我们会继续为大家介绍,收割胡锋的生平,和他的电影作品,胡锋亦曾担任播音员,曾于香港商业广播电台商业一台,主持节目胡言风雨,经过1969年工作锐减的低潮后,于70年代加入无线电视, 开始转投香港电视圈发展,演过不少电视剧,以转型成配角或录业演员,现今依然为无线电视艺员,间中于电影客串,入行多年,曾于1968年,于华侨晚报十大明星选举,获选为十大影剧明星,1972年及1973年,则获选为十大电视明星,胡锋是一位, 广受香港演艺圈人士尊重的前辈,刘南光宇斑斑,黄造时,方国山,徐思飞,刘美军,张学友,陈辉红,林益年,黎明,张家辉以及朱建军,同是其儿子,儿女,其中刘南光,刘美军,张学友,林益年跟胡锋都市在拍摄, 猛鬼学堂时,想契为干儿女,1989年拍摄四千金时,在宇黎明想契为干儿子,在尖沙咀的星光大道,其中一个艺人手印,正是属于胡锋的,胡锋有武打基础,但没有成为武打明星,却是李小龙,成龙的演技导师, 他不是专业歌手,唱歌时以南中低音建清,2015年,胡锋与謝言,曾光及Joe Jr.,共同主持无线电视旅游节目,四个小生去旅行,其中謝言,曾光及胡锋,在年轻时期军是粤语片小生,而Joe Jr.则是当红乐队主音歌手,在节目记者会传媒访问期间,謝言突然埋怨, 曾光及Joe Jr.,曾在拍摄节目期间,全程须用拐掌助行,而到了拍摄第四天,更因为骑越野车发生意外,导致流被血达四小时,并需即时入院,随后,曾光须坐轮椅完成拍摄。 诸此事件,令謝言質疑,曾光扮野,更于记者会上,当众袭击,曾光,并不挂欲劝阻支胡锋。 2018年,借增二人证实襲击事件,纯粹是无线电视主导之宣传伎俩,二人强调,比此为多年好友,经常商约聚餐。 2018年末,胡锋以86岁高龄,在红磡香港体育馆开两场演唱会,成为乐坛史上,最高龄灯馆演出的艺人。 该记录在2021年,被89岁的自己再次打破,也是最知心艺人,当时他的年支已达70年,在2021年的演唱会。 也是首次四代同堂的环节,他的孙女,曾孙和曾孙女也现场演唱,而子女则网络连线一起合唱。 当四小生在2021年同台时,借言其实因身体抱恙而缺席,由梁家辉亦容扮演,2022年11月12日,胡锋于香港体育馆举行一场, 收割九十形金秋无限风骚演唱会,第三度创造最高龄灯馆演出艺人的记录。 2023年4月16日,胡锋获班第41届,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,并由涉加燕颁奖。 感情生活方面,胡锋非常专一,与吕永何隐分多年。 2018年1月,胡锋接受访问时表示,一生中最重要的,是已故妻子吕永何。 亦因2016年妻子因病离世,他伤心致极,即使现时仍狠挂念太太,他在他的墓碑上也刻上。 愿尽今生,来世再续,从2019年起,胡锋和同期出道的罗兰常演夫妇,在朋友的生日聚会都在一起,他们是情同兄妹的自由。 好,胡锋的生平事迹,今天就讲到这里,明天继续,喜欢这条片的朋友,请你分享出去给你的朋友,和订阅我们的频道啦。 拜拜,明天见。 拜拜,明天见。